冯唐高兴 冯唐喜欢美女 心里看出花来 对对对 本来今天冯唐有事呢 听说说李爱要来 坚持一下 再等会儿吧 再坚持一下 我也开心 你看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 我估计这个一大帮姑娘们 这个羡慕妒忌恨我坐在这个位置 是吗 都是想 谁不想 谁不想跟冯唐坐一块啊 是吗 大家都希望坐在我这上 你看我可以这么近距离地瞟大家 哎呦 李爱真是 你说你看 都结了婚了 身材还这么好 就是结婚了身材能更好 哦对 我这个也是老观念 是吧 对吧 为什么结婚之后身材可以更好呢 就是有滋润嘛 结婚前的那个 他可能没有现在心里头这么安定的 结婚前的滋润叫没保障的滋润 结婚后的滋润叫有安全感 结婚前是语语 结婚之后是自然水 我都不好意思了 不是 你发现新婚 这个已经半年了是吗 因为不止了 不止啊 婚姻生活怎么样啊 你说呢 看我的状态 笑得眼睛都成一条线了 没有一点点 觉得乏味吗 现在还没到呢 还没到 对 人家说七年之涯了 逢唐等着呢 还有一阵子呢 我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婚姻方面的导师 这你叫李小木先生 你听说过他的英雄诗迹吗 听说过 站在遥远的日本 对对对对 那条街上我还去过呢 这是你看我这兄弟就是帮忙救场 就是从日本飞过来啊 来来参加我这个支持我这个啊 你说我在我特想知道 我今天刚刚刚下飞机 就是现在很长时间还在日本啊 对我主要长时间在 差一个小时 小木老师 你那条街上 你叫小木哥就可以 小木哥 对对对对 你那条街上 只要是中国人 就是在那边营业的话 都是您的人吧 不不不 都是游客 中国游客也是他的人 不是就除了中国游客 就只要在那儿有工作的 都是您的 不是不是不是 不能这样讲 我只有两条街 还有其他街是别人的 他的势力范围 两条街 对 他可厉害了 但是就是小木手下的这个 哪来小弟啊 我跟你说李爱 下次去我应该给你介绍一下 帅哥 东北的 是是是 而且而且小木手下的这个小弟啊 特别靠谱 你知道吗 因为他这我到他那儿去找他玩嘛 他就得带我去一些什么 没去那些场所啊 对对对 去去歌舞机厅餐厅是吗 哎然后就哎 我给你看看小弟安排的特别好 就说哎 豆哥怎么怎么怎么 你知道他一看就是这江湖 这个这个这个特别地道 所以我说你这小弟 而且小弟还是个好老公 对对对 那么帅一个小帅哥 对 竟然是个老公 娶一个日本媳妇 对 娶日本媳妇 而且还不像小木这么花 嗯 是吧 特忠实 对对对 小马 小马 小马哥 小马哥 真的 他本来叫姓马 叫小马哥 对 为什么我觉得婚姻问题呢 你可以请教他呢 嗯 他结了六次婚 有七个老婆 不不不不 不是结了七次婚有六个老婆 哈哈哈哈 这个六次婚有四个老婆 哎怎么少了 对不对 等于四五六是同一个人嘛 就离了四五六 离了又结是吗 对对对对 所以我还是记旧起来 您确定我真的要咨询他吗 哈哈哈哈 风哥觉得你应该咨询一下 哈哈哈哈 要不风哥等不及了 没有 你生命还有很长 你说现在大家那个要多活好长时间 过去都是六七十岁 对 有的是集会 现在一百年 有的是集会 有的是结婚的机会是吗 对对对 哈哈 有的是离婚的机会 哎 就是说这个当然现在这个李爱也特别红 对吧 是吧 李爱 但是李爱你对网红是怎么认识的 我不知道大家感受的这个网红是啥样的 因为我之前呢还真的去主持过一次 就是关于网红节 就是类似于就是把还挺顶尖的一批网红聚在了一起 然后停了个奖 我是见到那个观众席上卖 所有的人都在直播那些网红 那是那可能是比如说我也主持过类似于这个汽车发布会 那还是炒成一片 就是我在上面主持下面一帮姑娘们还举着这个自拍杆 自拍杆在那接着说 也有这样的 你说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冒犯啊 就是说你也是模特出身 对对对 你觉得对于比如说这个你主持这个车模汽车模特的这个啊 对车模身材的要求和你的身材有差别吗 到底是车模还是网红 这得分清楚 先说车模 先说车模 它不太一样 差别别 是不是车模需要更丰满风骚一些的 因为像你这身形就是标准模特比较瘦长的 对对对 就是我还不够玲珑剔透 你像是这样子的 那个玲珑是玲珑 剔透没法剔透 他有时候那个他也挺剔透的 所以模特如果像我们这样时装模特最主要服务的是衣服 那车模呢 他就是他要服务 他不能说服务车 但他需要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点是要吸引眼球 然后更多人来这个展开 像文涛这样的猥琐中年男的一看着你就觉得 哎呀我要买这么一个车 车旁边已经拖着一个这样了 你想想车展有多少个展台是同时开放的 你不像fashion show fashion show这一场就这一个秀 是吧 大家坐到那静静的就看舞台上这些事 但是你车展多少个展台同时开放 但是你这么多观众进来 你没有办法 你怎么用更好的办法把观众就吸引到你这个展台上 特别而且大部分买车的还都是男性 所以对吧 只有靠你同行 对对 所以他当然这招你说他高不高明吧 个人就是见仁见智 可能有时真不高明 因为来的看如果都看美女了 对于车他可能也没那么关心 他只是赚到了这个彩头 他不见得真的达成了买卖 所以这个事也有带商榷 小牧 你知道这个现象吗 就是中国的这个车展搞成这个车模选美大会了 对 日本宣传汽车会也是这样 也会穿得很性感 但是没有中国这么暴露 会请什么那个波多野街衣之类的 AV你又一般不会 但是他也专门的 小来变多 我想把宣传汽车 他会有专门的这种就是车模 车模当然跟刚才 李爱 像李爱讲的一样 就是跟服装展示不一样 他主要是展示车嘛 那女孩子怎么信 他不是说想象日本是个色情大国 就是用性来表现的东西 但还是会有就一定是很漂亮 该有的地方必须要有 我不是批评你们啊 就是服装模特儿有时候没有凶 反而更时髦 但是车模必须要有凶 我都不敢往哪看 车模必须要有凶 所以你看中国的车模 当然比日本还夸张一点 几乎就没有那个罩子在上面 剔透剔透 就搞剔透的 就搞个沙发在上面 那是吸引眼球 冯哥对这个很有认识了 我从来没去过车展 我给车代言过 但从来没去过车展 但是你是网红啊 那我知道 不断也别一 咱们几个里边 我觉得要说目前来讲 最网红的应该算冯唐了 他是在网上 自身网红 网红 你这就本来 我都跟你说 我跟那个优酷的人说 我说我们这节目 这讲文化的多高尚啊 你们都干嘛不宣传的 不立推啊 是吧 然后他们一看着名单 说哎 你要多请冯唐这样的 我们就给你推 就是我们那个优酷的 那个那个粉丝啊 就是喜欢冯唐 自带流量 这叫做 自带 流量小生 对 现在就叫流量小生 哎呀真是 所以而且他不仅是 他是流量小生啊 他现在啊 推出一个流量老蛋 我注意他的朋友圈 就冯唐 冯唐挺有意思 就是他老是发 我发现你跟你母亲之间 晒妈 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对吧 你可以先看 他整天在朋友圈里晒他妈 你可以看看 他把他妈也晒成朋友圈网红了 咱看看 你瞧 你看这头发 好酷哦 你再看下边 呵 你瞧这一个 哎 你瞧 哎呦 这家伙 老太八十岁了 八十岁了 八十岁了 能吃能喝能骂人 哎 就是你的妈妈 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妈妈 好像不太一样 开放挺崩放的 他蒙古人吧 嗯 蒙古人 如果在早年就是散满教的这个教主的 哦 就是他语言很丰富 嗯 酒量别幽默 酒量很大 啊 他也很多呃 我写的东西一些用词 是来自他喝多了之后的一些小词 挺好的 咱们知道创作的源泉是谁了 我也喝多酒鲜 哎 但是小时候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是专横行的还是什么 没有他第一呢就是不管 就是你爱干嘛干嘛 爱看什么书看什么书 爱做啥做啥 不上学就不上学 拿第一就一直拿第一就 反正你就散养 哎 第二呢是我买书他给钱 别的就不给钱 然后第三呢 呃 天天家里就有点像 这种环境是 流水席 总有十来个人在那吃东西 我爸就在厨房做饭 就一句话不说 然后他从那跟人摆上 那么吹牛逼我操作 然后说张家立场什么之类的 就动力状态 月圆直上 好像 而且好像感觉动不动 是啊 能把你爸爸给打一跟头 那种感觉的是吗 他倒不太动手 不太动手 一定要注意这俩词 不太动手 怕打残了 我妈年轻的时候真是小鲜肉 小帅哥 小帅哥 他就涂涂嘛 后来我妈老说为什么嫁给你呢 后来我说你贪头人美的色 所以你看他妈妈是这种荡起回肠的这种 但也是 但是我也给你看一网红 我们这个节目啊 就是做过实验的 就都被废弃了 录过一些节目 因为那个做那个样片做视片 然后在深圳呢路过一回 他们真给我找了一个网红 网红从哪来的 从惠州还是从哪我记不清了 但是也能够达到百万的这个这个量的 结果就跟我们做一桌 我说哎就说咱有觉得说网红好像是不是什么都不会 也不一定 也不是的 他至少得会聊天 会跟这网友聊天 没错 后来我说咱们这示范示范 当时桌边啊 就跟我来这么一段 我说像这真的一样 再拿手机试试 哎 你们想不想看看 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 看看这点 效果非常好 哎呦你瞧瞧 我拍的哎呦 机器拿高一点 梨花带雨啊 哎呀一脑袋黄毛啊 好啊 哎 想现在直播开始 One two three Hello大家好 是蒋蒋娃 今天又见面了 我又来了 然后你们是不是等了我很久 是啊 真的吗 等了两天了 真的吗 我今天呢 就是跟那个老师们去录节目了 然后我刚回来 觉得哪个老师最帅呀 我面前的最帅 觉得哪个老师最丑啊 我旁边的最丑 好我现在送你个林宝基尼 哇 谢谢 好开心啊 但是你得跟我唱首歌 好吧 那你想听什么歌 你可以点一下 对你爱爱爱不完 那就是 那要开始唱了 随便意思两段吧 好 对你爱爱爱不完 好了吧 就是这一句 谢谢 谢谢 哎呀 讲的不是 这多好 这多吸引人呢 对吗 比咱们节目好看太多了 早期进凤凰 就没你啥事 作为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你看到这种表现 你打几分 很放松很自然 就他跟主持当然不一样啊 就是因为我们主持的话 他还有一个什么调度啊 什么节奏啊啥 他这个其实 其实他这个难度有时候还挺高的 还真不是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干得了的事 他这个 您这个其实对他来说 跟他平时不太一样 他那个平时应付的可不是一个人 他应付的可真正是不知道是多少人 他这样平一反过来 他下面全是那个留言 人家还有一些 有一些网红的 对 但是有些还会有自己口号的 什么上来 什么 什么蓝宝基尼刷起来 什么 什么蓝色叫妖姬 什么送出来 我不太会啊 反正就是 还有口号 先走一遍口号 然后开始跟大家聊天 这种 但是这个分寸很重要 小木你能想象到 我今天我还看见一个直播的一个女孩 我不知道她那个说的是 有一个那个就是土豪啊 就给她是真给了一百万 反正他们就说是一百万 我不知道一百万是她这种网络的那种代币 还是 好像是刷了 我不知道准确的这个数字 反正是几百量蓝宝基尼 还是几百朵蓝色妖姬 类似于这种 它一个蓝色妖姬 就价值几千块 所以最后是一百万 就是夸一百万 那女孩 你想就我要换我 我也哭了 什么都没落着 这就一下子 我的天啊 一百万就来了 这百万 你说日本那个 AV的那个女友那么体力劳动 那她挣多少钱呢 你这怎么比啊 现在AV拍一部片子也就是十万块二十万的日币 日币啊 日币不是日币 太便宜了吧 对 AV女友 十万二十万日币是多少人民币啊 因为现在因为网络的影响性 她拍拍一部片的意见 对 很少 所以她有一万多现在卖不出去的 天哪 要男的吗 男的就更少 男的钱更少 而且男的只有百分之一是男AV 在日本 这百分之一 所以有一万个人的话 你只有一百个人 可以真正能做出来的 你像 就今天的很多这个网红 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脸啊 不都说是锥子脸吗 什么整个 蛇精脸 对 蛇精脸 但这个蛇精脸的这个美 审美的源头 有人说是什么 我都不太懂了 有时候日系的 有时候韩系的 你明白这个吗 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 但肯定是跟上进有关 就是因为上进 现在我们都是16比9 但是那个拍出来 不是人都会胖一点吗 但是很多就是演员 他上进啊 他好看的话 他必须得瘦 真人看特瘦 你就得天独厚 上进就圆起来了 对 他都有点偏稍稍宽一点 对 他还宽 宽 我上进是胖的 我成了案板了 对 我跟你说 我就好多观众真见到 我就会 特别是老上演年纪的观众 看见的时候 妹子 你真得那个 你看你都瘦了 我说我一直都这样 只是上电视就胖 对 他就没办 老头儿昨天是拉着你的手了 对 那个时候 是好 有可能是好 绝对 我跟你说 我们那儿就 我亲眼见的就一个 就是美女记者采访一个 那个老人家 老人家真的是 一直在沙发上就这么 一直这么多呀 我们美女记者撤呀 不敢撤 就一直拉手拉手 完整了整个采访 占便宜了 不是 我就说小木 就是他这个 我想请教什么 你看好多女孩啊 打扮的就像那个 卡哇伊 什么叫卡哇伊 可爱型 可爱型的 对吧 人家懂日文的 对 我就说日本的这个网络 也很发达 好像网红 是不是只出现的 就是中国显得最火的 这么一种境界 不 日本也有 但有中国这么厉害吗 没有中国这么普遍 但是最近就在我这次来之前的两个星期以前 全世界放了一个视频最多的叫Bico上 Bico是一个男的五十来岁 屁股上 Bico上 屁股上 对 然后呢 他就打扮着花绿胡哨的 戴着花帽子 他就把那个Pain Pain就是笔 笔和Apple Apple是苹果 在英文几个单词把它串着 就只不到一分钟的一个节目 他自己自拍的那种 然后在全世界现在的点击量最高 连续两个星期 视频 叫Bico上 当时我们可以再查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 但是日本有这种像我们说打赏的 没有 他能挣这么多钱 没有 你知道现在中国这个网红 这么点小女孩就是千万呢 年入千万呢 还是月入千万甚至是 我在日本有一个朋友 我还帮他做过一次直播 我带着他一起在歌舞剧中晃了一圈 牛郎店啊 或什么 结果他现在不见人了干嘛 他本来在日本做直播 他现在回中国来了 当然 人家投资他三百万 当然了 就像那一百万拿的一样的 其实你看到真人啊 我们太熟了 我真不觉得他漂亮 连他一半都没有 真的 但是他就是可以拿到三百万的投资 那你去能拿到六百万啊 但我可能不具备那个能力啊 你要在日本那个环境 你一定会 因为那个环境就给你了 比方说你去找找牛郎 自拍一下 找找牛郎 然后跟日本的那些黑铃铃铃 好像 你环境不一样 舞台不一样 好像是一份工作的感觉 找找牛郎 我就是说他们不能靠这个 在日本不能靠这个挣钱 在日本是没有这个 没有像中国在网络上 日本的网络现在连拿一个手机去刷钱都没有 我看我在深圳的时候上次去吃米粉 一个小米粉店你都可以用手机在上面刷 国边卡牌手的微信 对啊 你看都可以 我说他中国已经发生了这么快 这我都吓一跳 日本不是 苍景空都改盘了 对 所以他们就到中国市场来 苍景空是不是发了 就是对于在AV女优来说 他是不是在中国市场上 他已经发了 因为他有流量 因为他有流量 流量空 流量小生说什么 流量小生说什么 说啥 你是网红吗 这网红其实不是骂人的 就是 时代变了嘛 从某种程度上 它只是一种存在 对 你要正确的看待 不要内心有很多挣扎 对吧 我特想知道 冯老师 你觉得就是这种 打赏的这种制度 就是你觉得是什么心态呢 也没人给我打赏 我也没给人打过赏 冯老师 你怎么自个儿就把当成被打赏的呢 他们的意思是 你是打赏 所以我说 我也没打过赏 就是你觉得 就是以你的分析的话 你觉得为什么 就是这些会 就是那么多人打赏 冯动性消费 冯动性消费 你比如说你看 这个豆温涛 你看久了 觉得要不然觉得挺可爱的 对吧 那个比王老强好看啊 什么之类的 有时候他挺可怜的唱这歌 拿你比一下吧 拿你比 你比一下 我这讲 给他打个赏 然后他给你唱个歌 对吧 然后我要是一个老阿姨 我觉得不错 又觉得你又瘦了 那也给你打个赏 其实可能很多冯 就是冯动性消费 但是你是 你知道他还是一个商人呢 他不光是个作家 就是他投资啊 什么的 就是麦肯锡 麦肯锡 做过十年咨询 对 你看 我就说这个投资咨询 现在很多人 就是今年 你现在就是经济 你也知道吧 经济不好 进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说这帮网红经济 大面积的坍缩崩溃 就是很多风险投资 都把谁谁谁 列入黑名单 什么的 就是有些人就说 中国现在这个网红经济 就全世界独树一帜 虽然别的也有 但是能产生那么大的经济泡沫 在今年很罕见 但是他们就说 就速朽 速烂 你从投资人的角度看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是总是一批一批的 它一个像一个金字塔 一大堆人进来 想当网红 对吧 然后慢慢开始红起来 十万级 百万级 千万级 总会冒出来的 总是少的 下面一大堆人 总是往下掉下去 然后会有新的批涌上来 老子在 就比如说一个 就像一个品牌 比如三点空 十年前可能 好多人不知道 那十年之后 也不见得有 对吧 他在这本没人 就根本没想到 有这么一个品牌 从成熟到衰落 再有新的品牌进来 网红倒是一样的 小木 你现在 你跟风月场上打滚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 中国 你的祖国 现在是女孩的春天 赚钱的春天 以前我觉得 日本是女孩的春天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日本有事情行业嘛 有AV嘛 可以公开的 而且合法的嘛 但中国因为没有 男孩的春天 对 没有女孩的 因为他能得到很多钱呀 天哪 那当然 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能振的 就尽量去振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是网络的时代 那变成中国的网络 反而比日本更加先进 你看 首先我们跨境电商 是中国搞起来的 那网络上去买东西啊 什么淘宝啊 什么京东啊 这那的 我还去参数过呢 去年 那这是网络的这个消费 这个东西就是 但可能 可能就是一阵 一阵时间过去 但能不能坚持 三年五年 这不知道 咱们现在说的 多数都是这种叫 秀场网红 秀场网红就唱个歌啊 他会活啊啥的 其实现在有一批网红 这个生意做的是真的很好 他们在淘宝上卖衣服 一个亿呀 产值 对对对 李爱 这个真的是厉害极了 这是不是叫逃女了 他跟逃 可能也有点这个关系 他就是 他就是本身自己长得 就是属于 女生觉得好看的类型 哪些是女生觉得好看的 就他可能本身长 我不是吗 我不是 他是那种 就是女生觉得 没有特别强烈的攻击性 可能相对是可爱一点点的那种 可能蛇经脸就不属于 是女生喜欢的类型了 然后他是 女生也觉得他蛮可爱 是女生想要成为的那种 那种感觉 他同心看上去也喜欢的那种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有意思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是女性经济了 当然 就是你在找着 就是说满足这个色狼那套 不好使了 对 而且什么叫女性经济 就是你看我现在跟一些女孩聊天 女孩就觉得咱们的男人都是傻叉 那是 谁说对了 这女孩就说 你们觉得哪个女的看见你们就眼里拔不出来了 怎么可能 他说 他说就是说 我们女的最会看壁齿 就是说 我说你怎么知道谁就是壁齿 他说 我都不用 我一眼就知道她是壁齿 这是我们女人天生的能力 他说你们男人就看不出来 我们一眼就知道那是个壁齿 你们全都扑上去 就是说 他就看男的全扑上去 那个人就是壁齿